多個傳統繁民政黨在今屆立法會選舉 總票數都有流失 民主黨和公民黨說要靈略合作渠道 新駕入議會的青年新政說 可以交流合作 但在議會內會以激烈手法抗爭 民主黨力統價鄺俊宇 在超級區議會獲得超過49萬票 在非建制派 民主黨仍然是最大黨 但形容今屆立法會選舉 打了一場艱苦的仗 整體得票我們是有少許損失的 未來的社會潮流 是否要多些抗爭 是否議會內多些不合作 我想我們經常都說 拉布抗爭怎樣都好 民主黨是不會輕易去做的 民主黨新增一席又七席 但跟其他傳統繁民政黨一樣 地區直選總票數有流失 減少近兩成 而新冒起家本土派得票超過41萬票 得票率近兩成 民主黨說非建制陣營的板塊稅 希望將來可以求同全夜 過去泛民議員逢星期五 展開泛民會議 討論和協商議題 民主黨認為可以繼續作為傳統泛民的 溝通平台 另外找渠道跟其他黨派合作 不過公民黨認為 跟本土派合作是政治現實 泛民會議這件事就過氣了 究竟這30位非建制的議員 他們會想用什麼形式去互動 溝通和協助 我想不可以再受原來所謂泛民會議的框架限制 本土派入面主張自決的青年新政 說可以交流合作 但是不會加入泛民會議 又說會延續議會入面的抗爭 拉布甚至是衝主席台 甚至乎用一些方法去拉停整個會議 令到他要休會 從來都沒有人一開始想衝擊議會 但是以現屆政府現在那種行事的手法 即數舊票強行去通過 不管任何討論 不管任何反對 不管任何民家的聲音 我相信衝擊是必定會來的 他說這些是要推倒 或者阻止政府通過惡法 至於建制派的工聯會和自由黨 議席都減少 兩黨說會檢討 王國興由地區直選轉戰超級區議會 但是未能夠保住陳婉嫻的議席 結束12年的立法會議員生涯 他承認有遺憾 未能夠保住這個本來是屬於打工仔的議席 是向支持者表示12000分的協議 我們的對手打了一個臨時退選 我覺得我們今次在超選上輸得很不低 輸得很不低 即是在這個突然襲擊之下 我覺得王國興已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 超區失去議席 由勞工界轉戰到新界東的鄧家彪也落選 是否給其他的建制派戒票 建制派之中公聯會得票較上屆多 新民黨也因為出選新界東得票大幅增加 但是整體建制派的得票率就有減少 至於自由黨李子敬失落自由黨 在新界東唯一的直選議席 只能夠維持功能界別的原先四個議席 今屆退居名單第二位的自由黨榮譽主席 在新界東北進成應判斷錯誤 我認為我在新界東得到的支持 是可以游說到新界東的選人 是投票給李致敬 或者自由黨所推薦的候選人 這點分明我是做不到的 自由黨說未來會繼續在立法會 充當和事佬的角色 無線Lens記者陳少河 輔導